4月10日 青海省海东市明河回族土族自治县中川乡和西村的穆斯林 在临时安置的板房中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开斋节 开斋节也称尔德节 是伊斯兰教的重要节日之一 时间是伊斯兰教里的10月1日 穆斯林们封了一个月斋以后 在这一天庆祝斋工胜利完成 2023年12月18日 甘肃基石山发生6.2级地震 镇中50公里范围内涉及毗邻省份青海的22个乡镇 其中 与甘肃锦易河之隔的青海省明河县关亭镇 中川乡两地受灾情况较为严重 记者来到中川乡和西村安置点看到 安置点板房里 村民王索菲奶和70岁的婆婆马五梅 正在准备接待客人的饭食 狭小面积的板房里 王索菲奶3岁的小儿子正在玩手机 临时搭建的炉子上 茶水在锅中翻滚 蒸汽弥漫 一边的煤气灶上 锅中翻炒的土机香味扑鼻 王索菲奶告诉记者 地震让他们家成了危房 不能住人 现在亲戚们帮着丈夫正在重建房子 虽然是开斋节 但重建工作并没有暂停 在海东市巡化萨拉族自治县 清水乡塔沙坡村 蚂蚁布拉和妻子韩哈昔日准备好丰盛的饭食 惠菜 手抓 葡萄等摆满了餐桌 蚂蚁布拉说 清晨会礼完成后 他便卷着礼拜坦去到父母家中 他祈祷 往后没有灾难 大家一切都好 目前 海东市民河县126项灾后恢复重建项目 已完成111个项目可延批复 66个项目全面开工 巡化线86个灾后恢复重建项目 总投资14.2亿元人民币 住宅维修加固7月底前完成 原址重建工作10月底前完工 接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